国足进球,背叛无效,日本队相同情况却得分,都怪杜赵才程序员 万众瞩目的亚洲杯正在火热进行中,比赛的举办地点定在了卡塔尔 实际上亚洲杯本来是计划在中国举办的,国足有望成为东道主 但是程序员杜赵才等人失去了对中国足球的责任,无视了中国足球的荣誉 主动放弃了主办亚洲杯的机会 同时网上也传出一些有关取消举办比赛的内幕 如今亚洲杯在卡塔尔进行,国足的主教练杨科维奇参加了发布会 记者在比赛前询问了中国男足主教练杨科维奇和门将严俊龄是否会面临穿小鞋的问题 尽管杨科维奇没有直接回应这些问题,但中国男足显然成为了重视之地 大家都知道朱晨杰的投球进球被判为越位 裁判认为蒋光泰越位在先 但是根据足球规则,角球是没有越位的 当朱晨杰投球破门时,关键是要看蒋光泰是否参与了进攻 裁判通过视频回放,认为这个投球进攻无效 是因为蒋光泰越位在先 实际上如果这样判罚发生100次 可以说有99次都不会被判越位 这主要依据于裁判的主观感觉 裁判认为蒋光泰参与了进攻,就判越位 如果认为蒋光泰没有参与进攻,就判非越位 直际上朱晨杰抢到了第一点 通过直播观看的球迷都知道 朱晨杰的投球势头很强 塔吉克斯坦队的球员无法拦截 这也就意味着朱晨杰的进球是否越位没有太大关系 然而中国男足的进球却被裁判罚无效 有意思的是,在越南对阵日本的比赛中 有一球与中国被吹掉的进球非常相似 但裁判观看录校后却认定这个球有效 许多球迷都认为裁判的判罚不公平 有些球迷甚至抱怨亚族联给中国男足穿上了小鞋 同时也有球迷抱怨杜赵财和程序员才是罪人 确实,在他们担任中国足球高层期间 做了许多伤害中国足球的事情 无视中国足球的成绩 打压规划球员 没有积极主动的举办亚洲杯 给亚族联制造了困难 同时,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被关押入狱的消息 最近央视播出了一部反腐纪录片 揭示了程序员和杜赵财的罪证 这确实让球迷感到寒心 也让亚族联感到失望 相信许多球迷都知道 杜赵财之前在亚族联担任重要职务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中国足球在亚族联有话语权 现在看看程序员和杜赵财等人接连受到的调查 国足在亚族联没有代言人 中国男足在亚洲杯的进球被判罚无效 中国足协选择不上诉 主教练扬额围棋 赛后也没有为中国球员争取权益 更多的原因是担心给中国国足穿上小鞋 因为杜赵财和程序员是罪人 他们在担任足协高层时 做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事情 有趣的是 一些球迷建议退出亚族联 以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判法 实际上如果想要别人尊重我们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看看越南队 他们面对日本队上半场打入两球 一度以2比1领先日本 尽管最终以2比4输球 但许多球迷都认为越南队有所进步 越南队的球员自豪的离开赛场 甚至有球迷嘲讽说 中国男足无法与越南队相比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